哈囉大家好 我是ET2DAY記者小夢 玩家們眾所期待的PS5終於上市啦 那麼在此次PS5的搶先試玩會中 就出現了官配Sony Bravia X9000H 絕對是打PS5的首選喔 那我們這次就要請到了三位專家 科技記者還有實況主 我們要透過三款備受玩家們所喜愛的遊戲 第一個是惡魔獵人5 第二個是刺客教條 微經紀元 第三個是超能禁地 我們要看這三款遊戲呢 分別在Sony Bravia X9000H上面的表現是如何呢 哇 艾文哥 聽說這台X9000H搭配上PS5 有一些不一樣的驚喜耶 你能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這台X9000H 可以自動偵測設定為低延遲的遊戲模式 同時調整成4K120增強模式 在基站的時候不會因為卡頓被敵手KO 對於遊戲玩家而言 這可是超強的遊戲模式喔 我們現在的遊戲都相當強調第一人稱的臨場體驗感 對於PS5來說 勝利其境也更是重要的條件之一 好的遊戲就是要搭配最好的設備才能發揮出最大值 那X9000H將解決遊戲玩家對於顯示的種種疑慮 讓遊戲玩家可以體驗到自身於遊戲世界的暢快感 另外我們這次也主要挑選了三款不同類型的遊戲 這來測試螢幕本身的畫面色調 光影呈現細節程度 高速動作表現還有震撼程度 也來顯現為何X9000H與PS5會是最好的一個配合 這台X9000H在本身高對比廣色域的加持下 讓許多細節更細膩 讓刺客教條維經紀元中的畫面 就好像重回九世紀英格蘭原汁原味的場景 那Sony X9000H也是目前市面上 少數有兩個輸入源支援HDMI2.1的機型 在這部分其實也算是超前部數 而且現在只要拿起PS的手把 按下中間的PS鍵 就可以同時開啟PS5還有X9000H 非常的快速又方便 一個好的遊戲除了劇情跟系統外 音效也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都會想要透過喇叭加上大螢幕來玩遊戲 但是礙於價格跟空間 以前比較難以達到 Brawia X9000H系列它內建環繞生產技術 可以讓遊戲迷在玩遊戲的時候 更有勝利其境的體驗感 是的環繞音效如果做得好的話 可以帶我們更融入遊戲的世界中 我們今天示範的這款遊戲叫做超能禁定 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涉及大逃殺遊戲 在玩大逃殺遊戲時 逼真的聲音效果可以讓遊戲更加刺激 或是我們歸在某處等待的時候 敵人上下樓的腳步聲就會非常清楚 這樣就可以提前防備並出擊自勝 那目前3A大作的場景做得都非常的精細 戰鬥時的動作特效 如果沒有好的顯示技術 玩的時候就會看到一堆的殘影 這時光有主機也沒有用 不過這時候X9000H的影像處理器 跟全陣列LED背光 就可以更生動地呈現遊戲畫面的色彩對比 與細節 就拿我們現在正在玩的 這款惡魔獵人無舉例來說 這款遊戲的特色 就是在惡魔狠行的世界中不斷殺敵 運用主角身上的刀槍不斷攻擊 在畫面上可以很清楚看到 主角的攻擊軌跡不會模糊 再加上整體遊戲偏暗色調 X9000H的區域控光技術 可以針對畫面局部增量 呈現最佳對比度 讓暗部細節更清晰 是的 它還有語音搜尋的功能 來 你試試看 我想要看料理之王YouTube 喔 真的有耶 可以像手機一樣被叫出來 看吧 現在只要開口說 就可以看到你想看的語音或節目 終於的安卓智慧語音平台 有上清的應用程式 而且APP程式在切換的時候 不需等待太久時間 像是Netflix的啟動速度很快 遙控器上也有Netflix的專屬按鍵 只要一鍵按下去 就可以立即切換成專位Netflix 所設計的校正模式 提供導演在後期製作時的原始畫面 而且呢 要跟大家說個 年終優惠的好消息喔 即日起呢 到2021年的2月21號為止 購買SONY BRAVIA指釘機種 在上網註冊 就可以獲得超值的精選好禮喔 是的 買電視就送SONY 5G旗艦手機 還有最高4000元的百貨量販電子券 這麼好的事情 你還在看什麼呢 還不趕快手刀買起來